今天就介紹一間在這個老天停車場一落扶手電梯 會見到的天月餐廳 一間日式的餐廳 看看這個無敵大海景多美 很誇張 他說前面有32張桌子 現在是差不多1點 他說等到2點9 如果沒有電話就即是沒有 我想是沒有的 打算預預訂下一次 一個月前可以預訂下一個月 全部都已經滿足了 星期六日的下午 其實天月那裡雖然說之前有30多張桌子 又要等差不多2個小時 但千萬不要被他嚇壞了 因為剛才大概1點半 等了半小時左右 他已經有個電話打過來 他說有位了 我相信太多人都不等 取消了 所以其實也不是想像中要等那麼久 吸取上次的經驗 我們又來拿位了 這次無論他說要等多久 都照拿 因為很多人會cancel 這次也是要等18張桌子 但以上次的經驗很快 等了多久 我都不記得多點 由他剛才說有18張桌子 到現在也是十多分鐘 其實等了 不用絕望 所以 通常walk in 不會有差點位 這裏的刺身很新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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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介這裏的海膽飯 海膽三文魚子飯 主角來了 我們很少吃刺身 要不吃 一吃就吃最好的 還可以用海港城商場的現金餐飲券 最多用五張 難怪海港城那麼爆 餐廳 我們今天在這裏買了一個袋 乘搭QPON 好瘋 難怪最近海港城那麼多人